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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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那我们可以先看到它车头的部分 它车头的部分 这边有去做一个黑化 所以让它整个车头看起来更霸气 那Camory它以目前来说6代、7代、8代的话 如果以6代来说它是那时候最为大家喜欢的一个车型 所以它整体的外观看起来会非常的动感 然后再来我们看到它大灯的部分 那它大灯的部分这台是2.0G版的 所以它是搭载HID的大灯 然后雾灯的部分它是搭载乳素灯泡 就比较传统一点点 那再来我们看到车侧的部分 那再来我们看到车侧的部分 我们可以先看到它的轮胎 它轮胎是搭载215 557的 所以它属于中大型房车 所以它自然它的轮胎尺寸会稍微比较大一点点 然后更换不会说太贵啦 对都还在一定的水准内 那再来我们看到它车侧的部分 它车侧的部分就是在那个时候 也是带有一点流线型 所以整体上它外观看起来不会太差 那再来我们看到它车尾的部分 它车尾的部分我们这台是属于2.0G版的 以它这个前后雷达来说啦 因为它前面也是有雷达 所以我觉得以这个水准 这个价格的车 真的买起来安全性跟CP值是 我觉得蛮好的啦 那再来我们看一下它后车箱的空间 那再来我们看到后车箱的空间 它后车箱的空间 如果以中大型房车来说 这个是真的非常有水准 它整个空间整体表现非常大 不管说要放小车啦 还是行李箱啦 还是外出 要放一些铃铃扣扣的东西 这都是非常适合的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车内的部分 那再来我们现在来到车内的部分 我们从车内的部分 其实从驾驶座跟副驾驶座 我们可以感觉到 它真的就是一台标准的大型房车 所以它整体上的空间 做起来不会有压迫感 那再来就是说Camory 它其实前面这个仪标板的部分 它都会因为环保材质 会有焦化的问题 那这台的话基本上 我们已经做过更换 所以回去也不用担心会有焦化的问题 然后再来它车门的部分 它车门的部分也是有用一个 碳纖纬的贴纸来做一个点缀 所以基本上整个看起来会比较好看一点点 然后再来我们介绍它方向盘的部分 它方向盘的部分 左边的话就是音量的大小声 然后还有频道的选择 那右边的话基本上就是定速 然后还有中间安卓机一些功能的选择 那再来我们提到安卓机 我们看到中间这个萤幕 那其实Toyota以之前来说的话 他们很喜欢用车美式的主机 那车美式的主机其实我觉得 个人觉得 故障率还蛮高的 那如果说换了这台安卓机 其实我觉得它的功能更多 然后相对的一些方便性 也会来得更容易操作 然后它这台是搭载双区的很温空巷 然后底下有一个Power的键 现在需要用到重力 像高速公路 我们就可以把它开启 那它这台的变速箱是搭载六速的 自排变速箱 然后它中间的这个中传部分 它也是做了一个核桃木的 也是算新车出来就是这样的 所以我个人是觉得还蛮有质感的 那再来我们来到后座的部分 后座的部分基本上我坐起来 我就是真的觉得非常的舒适 所以大型房车要坐到这个空间 然后它这个椅子的包覆性 其实我觉得坐起来真的非常的舒服 不管是坐长途还是山路 那山路的话 有的人会比较在意操控 那基本上我们可以去做个避震器的升级 整个开起来的驾驭感觉 会比原厂的再好很多 那我虽然已经觉得原厂也非常好做了 也不用再去做额外的升级 然后它也非常体贴 它后面也有做后座出风口 所以基本上载人的话 它后座也不会有闷热 或者是温度不够的问题 然后它再来它架子座跟副架子座 它是双前电动鱼 这个是要G版的材料 对 再来我们介绍引擎室的部分 引擎室的部分我们用这样看下来 它整体上是保持得非常的干净 也没有漏油的状态 那讲到Camory的话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它这颗引擎 它这颗引擎有一个通宾就是它的遥臂式盖 跟它的正式外盖 那边很常会做剩油 那这台的话基本上我们已经做过更换 换了新的电片 然后从外盖也重新上过胶 所以基本上没有这个问题 那我们这台车也都已经做完第三方的认证 这台车是属于原版件 公里数是跑了16万公里 我们的里程数都是有做保证的 那以上是我对这台07年Camory的介绍 那如果有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再帮我按赞订阅加分享 那如果有喜欢这台车的话 也可以来到降神汽车 或者是直接私讯我 都可以哦 那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